112 信報財經新聞 吊吊墳 2015年7月14日富刊專欄C06 來到美式陳仲鴻多謝唐英年 從前不知道墳的讀音是什麽 更不知道他的意思 多德堂堂 在200年6月一次立法會特別會議上 以一句班有條條翻譯範別V 去形容那些因為旺角漢普頓酒店被查封 終於流落街頭的旅客 一時間 大家議論紛紛 到底條條翻譯是俗語還是粗話 之後又有人搜尋條條翻譯的粵語政治 終於 吊吊墳龍仲登場 從此 報章 網站經常用上吊吊墳 令他變成常見用字 相當入局 記得以前無過 曾有一兩個有關粵語政治的節目 老實說 這類節目 看的時後會呀 原來這個字是敢寫 但轉頭就會忘掉 非要在必須用到的時後 採上網找政治 不過網上的答案 不知道由誰提供 未必可靠 如果平日寫專欄 上海以賴信報的教對和編輯 但若在社交網站上在網子 就有可能寫錯字而不自知 最近收到一本政治典便自用詞指南 作者是在一週刊工作了近二十年的文稿編輯 叫他開慢速 她就不斷 還在賭後 害怕骨著我 惡死能登 態度那麼差 不用指望我給駕駛 一到目的地 給完錢就那那臨下車 好驚他立課餐動我 現在知道 應寫成這樣 他就不斷 還在賭後 害怕骨著我 惡死能登 態度那麼差 不用指望我給駕駛 一到目的地 給完錢就黃 下車 好驚他立課生屋我 看 又掌了知識 陳仲鴻浩庫看專欄浩禮都未識調調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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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